新界主场,由我主场 大家好,我是香港普通话专业协会主席靳彤彤 今天是我们伟大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国庆 也是香港落实爱国者治港 完善选举制度后的第一个国庆节 我本人认为今年的国庆对于香港可以称得上是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一个国庆 就在刚刚过去的9月19日 本人作为基层社团界别分组的团体选民代表 投下了我手中庄严的一票 我相信这次投票的过程及感受我会终生难忘 因为这毕竟是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场选举意义重大 记得当天我是12点前到达九龙公园体育馆投票站的 整个票站气氛平和秩序井然 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 终于完成了投票走出票站 当时我的心情很激动 本次投票率接近九成 整个选举是在公开公平和诚实的情况下进行 这九成的投票率反映了各界别分组成员们 对新选举制度的支持 香港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 谁破坏一国两制 搞港独 反中乱港 甚至是那些伟爱国者 缺乏对国家 对中央的忠诚的人 绝对进入不了选委会 我们一定会将其排除在香港的管制权之外 新选委会的出现 象征着香港已踏入一个新的时代 回归以来 我们长期饱受政治事件蹂躏 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现在香港终于可以重回正轨了 我深信 经由真正的爱国爱港者 投票选出的选委会成员 一定可以为香港选贤任能 当好以下这五个角色 即当好守门者 建设者 传递者 行动者和宣传者 当然香港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希望新的选委会 一定可以努力选出一名 有能力 有担当的建设者 作为香港的领导 今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我们的新中国 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 中国共产党 凭着坚毅奋进的精神 牢记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谋求幸福 为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的初心 以坚定自信的步伐 走过了不平凡的72年 带领中华民族 不向繁荣富强的新时代 无论面对多么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 我们国家迎难而上 砥砺前行 为全世界做出了榜样 让我们每个中国人 都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同时 我们国家更是高瞻远瞩 精心谋划部署着 未来的发展蓝图 实施多项重大的发展战略 带领人民走向更光辉的未来 一直以来 国家肯定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贡献 为香港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持续繁荣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 指导和政策上的支持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一如既往支持香港 提升香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更强调香港的未来发展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香港人 真的要懂得珍惜和感恩 最后 即此国庆之际 本人在此 衷心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香港社会和谐稳定 各位朋友 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新界主场 由我主场 我是香港普通话专业协会主席 金彤彤 咱们下次再见